好 欧战今天最主要的重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乌克兰基辅的法庭 周三第一次对俄罗斯战犯进行评审 那么21岁的俄国士兵被控屠杀没有武器的平民 他当庭认罪 如果战争罪名成立 这一个21岁的士兵会判终身监禁 俄罗斯军方公布在亚述钢铁厂俘虏了将近1000名乌克兰士兵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能够跟俄罗斯交换战俘 接回死守家园的英雄 俄罗斯的退役将领在国营电视台的节目揭露了 说俄军前线失利 俄军已经遭国际孤立 那么这些真相恐怕会使得收视观众立刻发现 普清的大内宣战争谎言确实有很多破绽 乌克兰基辅的法庭周三首次对俄罗斯战犯进行庭审 21岁的俄国士兵被控屠杀没有武器的平民 他也当庭认罪 2月这名俄国士兵和同伴因车队遭袭撤退 他开着偷来的轿车逃跑时 射杀了乌国62岁平民 与他同车的俄军近日也将出庭作证 这项战争罪若成立 这位士兵将背叛终神监禁 俄罗斯官方公布 从马里乌普尔的亚素钢铁厂 俘虏了将近1000名乌国士兵 目前安置在顿巴斯区由俄军控制的地点 俄国军方还公布影片显示受伤的乌军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乌克兰政府希望能与俄国交换战俘 将死守最后据点的英雄接回家 不过俄罗斯国会不同意交换战俘 他们指控这些乌克兰士兵是新纳粹主义的战犯 坚持要他们接受审判 乌俄交火最新战况 乌克兰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 又夺回了俄军占领的城镇 并且趁胜追击朝俄军的据点进攻 观察俄军撤退后的残骸 美国提供的精良武器不是遭抢 就是被泄愤似的破坏 乌克兰士兵解读 这是俄军的酸葡萄心态 他们认为美国给我们所有的东西 他们恨我们的东西 他们被杀我们的东西 俄军在前线受挫 俄罗斯总统普清企图 以国营媒体洗脑式的文宣 遮改事实 不过这块黑幕现在也出现了裂痕 俄国一名前军事将领 在国营电视台上揭露了俄军失利 俄罗斯遭国际孤立的真相 另外还有三名军事部落客 也发文批评普清的军事行动 北约在周三正式接受 芬兰和瑞典的入会申请书 预计几个星期后就能完成入会程序 不过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表达反对 他批评两国同情库德组组织的态度 就是保护恐怖分子 但专家认为 只要北约其他成员国对土耳其让步 施宜小会 土耳其最终海市会同意 TVBS新闻总和报道